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亮相就引起了各国游戏爱好者的追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自美国一三停摆后 在德国举办的科隆游戏展 已经接棒成为了游戏圈最大的盛会 随着2024德国科隆游戏展盛大开幕 全球玩家的目光再次聚焦于这场游戏界的年度盛世 据悉 本届展会将持续到8月25日 共吸引了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家参展商 数量为创办以来之最 展区规模为23万平方米 涵盖了游戏互动体验 电子竞技 棋牌卡牌 cosplay表演 校园招聘以及游戏周边产品销售等多个板块 自黑神话悟空发布后 从硬件到软件 来自各个厂商的联名或定制产品 就接连不断的出现 为该游戏的热度添砖加瓦 这部英伟达就携黑神话悟空参加了科隆游戏展 重点展示了游戏在最高画质下的表现 根据英伟达方面的说法 在黑神话悟空中 通过支持全景光线追踪技术 可带来性能的成倍提升 使得英伟达显卡的用户 能在黑神话悟空的基准测试中 达到每秒近74帧的帧率 与此同时 英伟达还称 黑神话悟空已经加入了 GeForce Now云游戏服务 这就意味着GeForce Now的订阅用户 无需等待漫长的下载过程 便可体验该游戏 不仅如此 在黑神话离近发售时 英伟达就开始在全球市场帮忙宣传 出人又出力 比游戏科学自己还卖力 甚至还干过向国外玩家 介绍西游记背景故事这事 黑神话悟空的热度是全球性的 记者也是在现场采访了不少 外国游戏爱好者 来自葡萄牙的游戏爱好者 杰克表示 对我来说 这款游戏简直是年度最佳候选者 我才刚刚开始玩 这款游戏太美了 一定要买这款游戏 因为它真的是巅峰之作 游戏的开场简直令人疯狂 就像电影一样 有点战神的味道 这是一款不可思议的游戏 我很喜欢 随后旁边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姐 迫不及待地表示 可以确认的是 画面和艺术风格都是顶级的 精致的 一流的 从小在柏林长大的华语玩家 巴赫曼和 在游戏上线当天 就一口气体验了六个小时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以前只在书籍或电影中 接触过西游记 但了解的并不多 作为在海外长大的华裔 我平时没什么机会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 黑神话悟空 让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体验了这个经典故事 我非常喜欢游戏中 对故事的改编 让人感觉既熟悉又新鲜 听说游戏里面的雕塑和建筑 在中国都有真实的原型 和我的老外朋友 说起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真的为我们的文化 感到骄傲 一位来自德国的玩家认为 和魂LAC游戏相比 黑神话的节奏更快 具备多重攻击模式 又不像魂LAC那样操作复杂 更重要的是 作为一款采用了 虚幻引擎舞的游戏 它的画质明显要高出一截 其实这并不是悟空 第一次走出国门 早在去年8月23日 游戏科学就带着黑神话悟空 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来到了科隆游戏展 作为一家中国初创公司的 首款单机游戏 它竟抢走了 场馆内索尼 任天堂 CDPR等所有国际大厂的风头 全球各地的玩家 为了能试玩它 开馆不到20分钟 便排到了场馆外头 游戏科学迫不得已 只好在展厅处竖了一块 排队时间超过5小时的牌子 试图劝退排队的人 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玩家的热情实在是太猛烈了 作为科隆展的赢家之一 黑神话悟空不仅亮了一下肌肉 还在现场夺得了最佳视觉效果奖 让这场来自中国的视觉文化盛宴 征服了全世界 最后上海文汇报还特地发了一篇 黑神话悟空凭啥在科隆展爆红的文章 这时报道也是认可 不止于此 就在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前不久 新华社记者就特地赶到游戏科学公司 一连发了三条视频 主动记录并宣传黑神话悟空 这等待与实属罕见 游戏早已成为了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 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大放光芒 印度总理莫迪就曾经在一场公开演讲中 透露出对游戏出海的重视 他认为企业家们应该将印度的历史和理念 融入到游戏产品设计中 借此进一步提升印度在全球游戏产业中的占比 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 日本作为主办方 就带来了一段东京八分钟的精彩表演 游戏角色玛利奥成为这八分钟的主角 他穿越地下管道 以独特的形象来到闭幕式现场 在巴利奥运会开幕式上 一位跑酷选手装扮成游戏 刺客信条大革命的主角 闪现在巴黎的各个角落 游戏早已成为了各国不容忽视的文化 虽然之前中国在游戏方面的影响力十分孱弱 但是在游戏发展初期 外国的游戏里都喜欢加入一些中国角色 但开发人员并未用心研究 只是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进行堆叠 游戏厂商爆雪曾经推出过熊猫人种族 最早版本的熊猫人英雄 陈风暴烈酒 身穿和服 手持日本剃刀 显得不伦不类 不满的中国玩家 纷纷给爆雪公司写信 才促使爆雪公司改掉了这个尴尬的人物形象 后来 随着时间的发展 中外交流越来越广泛 中国的玩家群体逐渐庞大 越来越被游戏厂商们重视 之后就出现了许多 以中国为背景的游戏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游戏都出自外国厂商之手 刺客信条编年史中国 以中国明朝为舞台 王阳明等历史名人轮番登场 却是由法国公司玉璧制作完成的 全面战争三国 还原了三国时期的残酷征战 却是英国公司CA开发的 三国志和真三国无双系列游戏 是日本公司光荣特库膜的经典IP 成了该公司的摇钱树和传家宝 这些公司虽然都有着强大的技术 能做出美轮美奂的画面 跌宕起伏的剧情 但在文化细节处理上 总是出现偏差 写出出师表 为蜀汉单金结律的诸葛亮 不仅可以加入敌方阵营 见到刘备 关羽张飞 还会开口嘲讽 滚回桃园吃桃子去吧 一生忠义无双 为了大哥刘备千里走丹记 死后人人尊奉的关羽 在游戏中 战败被俘之后 却能说出什么忠于救助 还是小命要紧 还望能加入贵君的 墙头草台词 这些偏差 让坐在屏幕前的中国玩家们 玩得十分憋屈 不得不长叹一口气 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 却没能被中国人挖掘 反倒给外国公司做了嫁衣 这点让人尤其遗憾 中国人一直盼望着 能有一款自己开发 立足于中国背景的游戏 千呼万唤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 终于换出了黑神话悟空 在游戏里 上到每一个boss 下到每一个小怪 都经历了深入的考究 例如在游戏中出现的boss 青贝龙 他就是四毒神龙之一 四毒指的是江河淮记 四条大河 对应了西游记里 金河龙王九个儿子的其中四个 这位神龙之前的知名度并不高 但这一次所有玩家都认识了他 哪怕是游戏中不起眼的小妖 都有属于自己的图鉴 一个图鉴就像是一篇微小说 足见其用心 这或许便是中国人心心念念数十年 从中华大地上生长出的文化产品 黑神话悟空问世之后 不仅中国人欢欣鼓舞 外国朋友们更是为中国文化倾倒 外国人纷纷捧起西游记 开始钻研游戏的文化背景 外国的网友还对着游戏中 晦涩难懂的古汉语犯了难 许多人情愿 一定要找一个熟读古代中文的翻译 黑神话悟空之前不支持意大利语 意大利玩家急得抓耳脑塞 集体情愿 求游戏科学加上意大利语 在黑神话悟空 一百多个计的游戏文件中 不仅装载着中国游戏工业的一座高峰 还装载着独属于中国的文化自信 当屏幕前的那只猴子挥舞着金箍棒 打碎的不只是故事中的妖魔鬼怪 更是中国玩家们积累了数十年的郁闷不甘 它更是打通了一条通天大道 让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中国文化的世界人民 正如制作团队所言 踏上取经路比抵达林山更重要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